首先第一個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你們平常在選 文字的時候你都怎麼選 比如說 你看 假設你到了老師的部落格 那我們在看這個文章的時候 這一段文字如果你要選起來你會怎麼選 你會這樣子選 是嗎 你那麼辛苦喔 點兩下 點兩下是選一個詞喔 沒有 你要點三下 一二三 有沒有 點三下會選一個段落 一二三 所以你以前有兩下 就成功了是因為你多按了一下 沒有想到 一二三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一二三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 以後閉著眼睛也可以一二三 有沒有要選起來 所以你看我都讓你到三下都沒有讓你到三上 三下就選起來了 這樣會不會用呢 所以其實你在選東西真的很單純 如果要選多個段落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你只要搭配那個按鍵就好啦 你看 一二三選起來了 按住SHIP的 有沒有 這一段也選起來 這一段也選起來 只要你是連續的 就可以一起選起來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用拖曳的 那我為什麼說這個你要會 因為你用的是最難 什麼叫最難的 你想 想看看 眼睛要先看到 叫滑鼠到這裡 按住拖曳 到這裡 有沒有要很多動作 可是點三下比較容易吧 而且你不用擔心 我有沒有少 框到一個字 反正點三下 就選起來 OK 這是第一個跟大家 分享一下 再來我們要講一下Google智慧鏡頭的部分 我問一下 你電腦 應該說手機啦 手機你有沒有用過智慧鏡頭 比如說這個字 或這個地區 我可能來到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景點 我不太認得 你就把手機拍起來 比如說你到台中火車站 我就把火車拍起來 他就會告訴你這是台中火車站 沒有用過嗎 你們都沒有 你們怎麼那麼 比我還老 你的手機拿起來 都沒有這樣用過 那如果那個 比如說你有一本雜誌好了 像這裡 你看像我這裡 有這個 你家 有沒有 有這個東西 來這裡 請問這個文字 如果你看了之後 你想要 把它複製起來 你會怎麼做 邊看邊打 你瘋了 你怎麼那麼有美國時間 我現在都不會了 我只會把它拍照而已 拍照完之後 直接辨識就直接拿出來 你們LINE裡面不是有這個功能嗎 LINE裡面不是有把 照片裡面文字拿出來的功能嗎 好像有 可是現在不用這麼麻煩你知道嗎 真的真的 我給你看一下 現在連手機都不用帶了 你知道 這個 智慧鏡頭 是我寫的一篇文章 在這裡 給高職用的 呵呵 這個 數位科技運用下 但是 我裡面 只有 那時候只有寫到 那個 叫做什麼 行動裝置上的 行動裝置上的你可以像這樣 有安卓的 有iOS的 你可以自己去下載 他就可以幫你做辨識 但是現在這個功能 已經 移到我們的電腦上來了 所以 手機上的 你完全可以用 電腦上的也可以用 來我們馬上 給大家 測試一下 好不好 你只要用的是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你看看 這個字 現在可以選對不對 好那我來找一個不能選的 好不好 請問 我這個是一張圖片 裡面的字我可不可以選 我選不到吧 這是圖片 你看 有沒有是圖片 那怎麼辦 請你 請你在 空的瀏覽器 圖片上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Google Lens 有看到的嗎 按一下 你看 看一下我們的右手邊 你可以選擇 選擇什麼 選擇我是要找這張圖片 好比如說你看他找類似的圖片有沒有下面就跑出來了 有一些類似的圖片是類似這一種的 第二個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文字 按一下 你看 這個字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現在可以框選起來 對不對 而且我還可以叫他念出來 我們與AI的距離 Windows11將語音輸入代入 PC筆電也支援標點符號 學習輸入法的時代正式終結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有沒有辨識正確 有吧 然後呢如果你要直接把它翻譯 你就告訴他 幫我翻成哪一國語言 有沒有看到 你看到 所以 現在呢你不需要 這麼麻煩 你在這邊就可以直接找 所以這個叫做 Google 智慧鏡頭 好那 除了 圖片以外 你也可以 整頁來做 或者是局部的頁面 你看 我找 我找這邊好了 比如說 你找到的DM上面 他可能有文字有圖片 那我可以用框選的 你看 在空白的地方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 一樣有Google Lens 按下去 按下去 他就問你 你要找 哪一個 段落的 有沒有 我可以自己框選 這之後呢就把我這個段落 把它加進來 一樣 你可以搜尋它 你看 不小心 有沒有 他就找到 跟這張圖雷同的 那你也可以找文字 這個時候 他就會幫你辨識 你裡面的文字 包括圖片裡面的文字 或 剛剛的文字 通通都幫你找到 有沒有 選取所有的 直接 朗讀 或者是直接翻譯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好那我來考考各位一題好了 好不好 我把雲端教室打開 來考一下各位 好這裡 我來找到 訂閱的課程 好這裡 考各位一個嘗試題 這個 有沒有同學知道這是什麼數 有沒有看過 阿伯樂 對 厲害 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 我以前是在育才街的 就是在 一中街那裡有沒有 學校前面 就是種了很多這個 我們以前 畢業典禮是在晚上 那時候開始有晚上的 畢業典禮 那 搭配 一中街 不是那種黃色的 綠燈嗎 那整棵樹都開滿這個花 哇真的很有 畢業的氣氛 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樹怎麼辦 按右鍵 有沒有Google Lens 他馬上就幫你 查一查 喔 找找看 原來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 跟他外觀匹配的 有沒有講到阿伯樂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 以前我們在手機上 你可以這樣用 現在在電腦上 也可以這樣用 所以你只要 如果是找圖片 你就這樣按右鍵 如果你要找 局部的範圍 你就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右鍵 Google Lens 這樣就好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有機會 你可以試看看 這樣 比較方便 因為以前只有 圖片搜尋的功能 他並沒有 加上我們所謂的辨識 辨識的這些功能 那就 比較沒辦法 可是今天他有加上辨識文字 我可以直接把圖片裡面的文字 直接拿出來 甚至可以直接翻譯 這樣我就能夠找到更多東西 這個是 跟同學介紹一下 那